好 那接下来咱们开始上课 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呢 已经去学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web项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学习 学习这个python当中的另外的一个新的框架 flaster框架 但是我们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还是带来大家去创一下 需要让大家从这一开始 就业班开始的那课程当中 学过一个miniweb项目 紧接下来你在到张国之后 你已经学了这么多的这样一个web流程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当你从浏览器当中输入了一个网址之后 一直到收到了这么一个响应当中 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有没有去总结过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一下 前端当中都有哪些能去扮演前端 而后端当中又有几个角色来帮助我们去承担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这样的一个jungle 它在后端当中扮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是把整个后端全扛起了呢 还是说它仅仅扮演的只是一部分的功能 需要跟别的人配合之后才能够完成 这是我们需要对整个web流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眼 首先我们一谈到这样一个网络的话 肯定也就意味着说要涉及到两端 也就是说一端当中是我们之前在这个jungle当中去学习的 用到的一个浏览器 这是我们之前所需用到的 那除了这个浏览器之外呢 我们说了还有后端的部分 后端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就拿咱们在上一个项目当中所去学过的jungle 在这个里面来去说 然后请下来我们去想一下 当你在浏览器当中输入一个网址之后 那就像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了 比如说你在你的jungle这边可能定义了一个路由 这个路由呢可能就是index 就可能就是斜线index 你定义了这样的路由 定义完这样的路由之后的话 你在浏览器当中输入这样的网址 当你输入完这个网址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向后端进行传输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 进行的是一次httb的通讯 而且我们也知道 你相当于一直在说的 就是说从前端当中发送了一个请求 到你的jungle的这一边 那你说这个请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那样的请求吧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讲一下 这个请求已经知道了 实际上是一个http的这个请求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http这个请求 肯定意味着得有一个数据发送过去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发送了一个请求 实际上是发送了一个http的请求报文吧 对吧 那关于这个http的请求报文还有印象吗 要包含的是 有一个首先会有一个起始行吧 就是说 有一个起始行 除了这起始行之后呢 还有请求头吧 请求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hider吧 对吧 hider 然后呢 还有请求体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ody 实际上是你发送了这么一堆的数据 到了张国这边 然后呢 这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这样的一次http通讯的过程 然后呢 紧接下来 那你再去想一下 从后端当中呢 从后端当中 无论你怎么去做介绍到这个请求之后 肯定最终回过头来还要给他一个响应吧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过的 你回过头来还要给前端一个对应的响应 那你说这个响应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响应的报文呢 那这个响应当中也实际上包含了 是不是也是响应报文呢 也就是说他也会包含三部分吧 对吧 也是包含了一个起始行的部分 起始行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应的状态码吧 对吧 还有一个响应头 还有一个响应题 那这也是我们所说的body 上面呢 也是我们所说的hider 实际上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解采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从这个浏览器这边 然后呢 向右边发了一个请求 那你说这个请求是谁帮你封装的 是谁帮你封装的 是不是浏览器帮我封装的 就相当于 当我们在浏览器当中输入一个网址之后 浏览器紧接下来 就会把这个网址给你进行解析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网址给你拼接成整个 那个完整的报文方式 比如说在起始行当中 就包含了起始的这样的一个请求路径 然后呢 请求头当中包含了一些描述的信息 你比如说user agent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如果你在请求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请求级的数据 它也会给你放到这里来 也就是说 这是浏览器帮助我们去做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响应报文是什么决定的呢 是不是在后端去决定的 对吧 是我们在后端当中写完一个程序之后 然后呢 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报文之后 再返回给浏览器 这样一边 然后请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在整个的通讯过程当中 这个通讯如果对应到 你的网络层级概念来说 它的传输层使用的是哪个协议啊 使用的是哪个协议呢 是TCP协议吧 HTTP是属于应用层的变的吧 就相当于它决定是传输的数据 尊重在去传输的时候呢 使的是传输层的协议 也就是说使的是TCP传输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请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明白了这样的过程之后 我们究竟来分析一下 后端当中所要去做的工作 后端当中我们之前 在去学习Jungle的时候回想一下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呀 咱们在Jungle当中 一上来实际上你建立工程之后 紧接下来我们要定的就是你去把对应的路由UIL定义出来啊 定义完了之后呢 再去定义试图吧 对吧 那你说你在这个Jungle当中 如果没有那个模型类的话 能不能存啊 对可以的吧 如果我整个的这个路 你请求的这段路径当中 跟我后端来说 根本不需要操作到数据 可不可以没有UILM 可以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在你的后端当中最重要的 也就是那个你的路径跟试图函数吧 这是最后一个东西吧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Jungle当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呢 也就是定义了UIL 然后呢 在去定义完UIL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去做的一点就是定义了试图 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这样的工作当中 那仅仅只有这一点的话 它能完成任务吗 不能吧 你从前端发送过来的这样请求报文 它通过TCP传输给你之后 那谁来去接收啊 有人去接收吧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代码就没有啊 那我们把它给你放出来 回想一下 如果你在后端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服务器这边 如果你不现在担注的去看Jungle 而是仅仅就看服务器这端 那为了能够跟浏览器这边 跟前端完成整个通讯 那你说在通讯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服务器的这一边 也就意味着它要做决定了 要做什么决定呢 首先就是说 它得能够接收到 从你前端发送过来的请求吧 对吧 这是第一点 接收 从前端 发送过来的请求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收到了这个请求之后 还要做什么工作 当前收到的仅仅是HTB的这样的报文吧 对吧 接下来要去解析了 解析HTB报文 在解析完成了之后呢 解析之后我就应该能够知道 你从前端当中到底请求的是哪个路径吧 因为这个路径是不是就在起始行当中啊 对吧 就在起始行当中就去封装的 把这个你请求的路径呢 就放到起始行里面了 所以通过解析这样的报文呢 你后端当中就能够知道 前端到底请求的是哪段逻辑 然后紧接下来在我们的这边当中 接下来再做的工作 就是根据解析好的这样的报文 去寻找对应的处理函数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试图吧 对吧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叫做进行路由分发 进行路由分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根据用户 请求的URL 然后呢 执行对应的试图函数 把这个换这边 这是关于这样的 标记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做的话 就是相当于在试图函数当中 执行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输出吧 对吧 它会把这个输出最终要作为 浏览器的一个接收的反规值吧 所以那最终在去返回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直接去返回的吧 而是说将试图函数的执行结果 也要给你转换成HTP的响应报文之后 才能返回出去 将试图函数的返回值 然后呢 打包成HTP响应报文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往下去看 那再来往下去走的话 那你说了 打包成这样的HTP响应报文之后呢 再做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返回来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返回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还是借助刚才建立好的这个TCP连接 把数据返回去啊 对吧 借助刚才建立好的TCP连接 将响应回传 这是我们所说的 关于这样一点操作了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真正在去分析后端的时候呢 它需要整个这个流程 统统的全部都能够完成之后呢 你前端才能够收到对应的这样的数据 这是我们去说过的 然后接下来再去想一下 那在后端当中 之前再去写的时候呢 大家在这个Python的刚开就业班的时候 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miniweb项目 专门是不是让大家自己去写一个对应的后端的服务器这样 对吧 那里面就去写了对应的 你要去接收数据 然后呢 根据详细解析 再把数据给返回去吧 是这样一点吧 那你在去写这样一点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过 有没有把这样的整段程序给你抽出来呀 当中是不是要抽出来呀 也就是说你要分为两部分吧 一部分是关于服务器的部分 另外的一部分是关于框架的部分吧 对吧 还有没有印象啊 也就是说真正对应于服务器这一端来说的话 我们最终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还是要把服务器这一端 实际上是不是要分为两部分呀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服务器 然后呢 另外的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框架程序吧 这还有没有印象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那服务器跟你的框架程序之间 是怎么搭起来的呢 是通过VC的那个协议搭起来的吧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协议搭起来的 那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服务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它完成了哪个功能 它完成了就是接收过来的请求 然后呢再接收数据 再进行解析吧 对吧 解析完成之后 就直接通过VC协议 是不是就交给了框架了 对吧 框架在做的工作就是 根据拿好的这样的解析的数据 然后我寻找对应的路由 通过这路由 直接去寻找到试图函数吧 然后呢执行试图函数 试图函数执行完成之后 我再去把试图函数的版为值 是不是交出去啊 一交出去之后 那你说那报文是谁形成的呀 还有一项吗 是服务器接收的吧 是服务器把那个数据拿到之后呢 再打包成一个报文 再反复给前端吧 所以就说 我们在分析后端的时候呢 它是要通过服务器 再加上框架的程序 搭起来之后 才能够去完成的 那你说之前的张狗当中 它是扮演了整个一个角色呢 还是说它仅仅扮演的 就是一个框架程序呢 我们说这个框架的程序呢 就是进行的是路由解析 我们说 张狗当中所去扮演的 实际上 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张狗这边 张狗这边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你说 如果说它仅仅扮演是框架程序 那你之前用的那个run server呢 你的run server是哪来的呢 你去想你执行了python 然后manage run server之后 实际上是不是前端就可以发送请求过去了 对吧 那那里边如果仅仅它是框架程序 它能离得开你的服务器这段吗 没有吧 所以你的run server那边 去想仅仅那run server命令 实际上是大家就开启的服务器啊 对吧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说张狗仅仅是框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在接触到张狗部署的时候 应该也接触过吧 就是说真正在线上执行的时候 那个run server肯定扛不起来吧 不能把run server当作线上的服务器 而是说run server仅仅用来的 就是进行调试开发的时候使用吧 你真正在去执行的时候 在线上的去使的时候 你的run server是怎么进行部署的呀 前面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 YouWisit呀 还有印象这个东西吗 是要离不开它吧 所以就相当于你前面 要架了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在分析的时候呢 服务器的那边是另外另有其人 并不是说我们开发出来的张狗 它就是一个服务器 而是找了谁呢 是找了YouWisit 是YouWisit帮助我们去扛的 而右边的这个Jungle呢 它仅仅就是一个框架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在Jungle这边 这个框架这里面 它做的最核心的内容呢 就是进行了路由分发 我们所说的进行路由分发呢 就是根据你前端请求的那个具体路径 找到对应的试图函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路由分发的意思 进行路由分发 然后呢 这个执行试图函数 然后呢 定义试图函数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说了 在Jungle当中 另外的其他的 像什么模板呀 像ORM这些的 它都是属于扩展 属于附加的东西 对应于框架来说 最核心的两点内容 就是定义的这样的路由 然后呢 再定义对应的试图函数 只要具备了这样一点 它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框架的程序了 所以呢 Jungle当中做的 就是仅仅是这个东西 而前面的UV3 它才是服务器呢 那说到这个服务器的话 我们再来就说 为什么那个RunServer 它不能当作 线上使用的服务器 而必须要找另外别人呢 这个点有没有去考虑过 因为就在哪 因为你真正在线上去 使用的时候 服务器里面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概念 叫做服务器模型呀 有一个叫做服务器 模型的概念 服务器模型的概念 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指的就是说 你写出来的一段 服务器的程序 如何能够同时去处理 多个扣端吧 对吧 这还有没有印象啊 所以就相当于 那你在去处理 设定的程序的时候 你的服务器模型 怎么去写的 是采用多进程 是不是可以啊 对吧 还有呢 多线程 是不是也可以啊 然后呢 是不是还可以写程啊 只要是能够支持 多任务处理的话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相当于 你可以用多进程的方式 多线程的方式 或者是写程的方式 通通呢 你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写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服务器的模型呢 就是说你写出来的服务器 才能够同时去处理多个扣端 当多个人向你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你这边才能扛起压力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并发的问题 你就说当有多个扣端 同时向你发送过来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并发 我们在这边的话 必须要有这样的模型 能够去处理才可以呢 那你回回来再去说 张国里面那个ransomber呢 它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没有考虑到这样 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点问题 它仅仅设计出动的 就是给你实现一个 最简易的服务器模型 能够接收TCP的连接 能够接收TCP 给你传送过来的 HP报文的数据 就可以了 其他的关于并发的 高能力的处理 它都没有去解决 所以呢我们在说 线上使用的时候呢 不再去使用run server 而是使用的是UV3 那你现在再来去想一下 UV3这个服务器 它又是拿着 什么样的模型 来去解决的呢 你有去想过吗 在UV3当中 你去看一下 你的UV3的那一段 配置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有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process吧 还有一个thread吧 还有没有印象 有这两个关键字 在你的配置 那个INI文件当中 process对应的 它写的是4 thread是2啊 对吧 那你看到 这个两单词 是不是都能猜得出来啊 所以它的服务器模型 采用的是 多进程加多线程的方式 也就是说 它一开始 一创建出来的时候呢 就先创建出来 四个进程 每个进程当中呢 再创建出来 两个线程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是关于 UV3所要去做的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样的整个的流程呢 能够去对整个的 HP通信当中的 服务器这边 要有一个着重的理解 在服务器当中 我们所使用的框架程序 最终在线上运行的时候呢 它一定离不开服务器 而我们使用的 这个Jungle也好 包括我们马上要学习的 Blask也好 包括其他的一些 Python里面的框架 只要它是框架的话 那它仅仅就只是 完成了后面的这样的功能 除非说这个框架 它不仅仅是框架 像Tunitle一样 它是一个完整方案 它除了这框架之外呢 还给你提供了 它自己去解决的服务器 那时候呢 它才能够把整个功能 给你搭建起来 而除了Tunitle之外的 Jungle和Flask 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 它都是框架程序 也就意味着说 它仅仅就是用来去 解决路由跟分发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关于框架的程序 跟线上的服务器 搭配之后的话 两个人起到的是不同的作用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一定要清楚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端的这个东西 我们瞬间完了之后 再来看一下前端 看前端当中 那你说在整个前端当中 难道说只有浏览器 能够当作我们的前端吗 如果说没有了浏览器 别人能不能跟我们 进行一次HDP的通讯 或者说就相当于 我们在服务器的这一边 一旦定义出来这个斜线 index这样的路径之后 除了浏览器 别人能不能发送请求呢 实际上是不是也可以 发送请求的 所以这点也是要清楚的 那你对于前端来说的话 就不一定只有浏览器了 你的前端除了浏览器之外 还可以有什么东西呢 你的手机APP 实际上是不是也进行过通讯呀 所以手机APP也是可以的 还有什么可以呢 还有我们马上后面的一个阶段 要去学习的爬虫 它也是扮演的是一个前端的角色 也就相当于你爬虫做的工作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你的爬虫所要去做的工作呢 就是扮演前端 向别人的服务器 专门去发送HDP的请求 向别人的服务器哪呢 去抓取这样的网址 把它的请求拿过来之后呢 进行解析 就是爬虫所要做的工作 那除了爬虫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的话就相当于你的程序了 实际上爬虫也是一个程序 你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你就比如说在Python当中 那我们还可以有一个URLab 或者是URLab2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包当中 也能去扮演这样的扣端的角色 专门向后端去发起这样的AP请求 拿起这样的报纹 那关于这爬虫跟底下 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模块呢 都是在爬虫阶段会去学习的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并不是只有浏览器才能够跟服务器这边发起通讯呢 你的客户端可以中复多彩 也就意味着说你的客户端当中 只要能够跟你的服务器建立起来这样的TCP连接 然后呢能够去向后端发起一个这样的AP请求的报纹 接下来能够收到从服务器给你回传过来的报纹 然后呢进行相应的解析 那它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HTP的前端 所以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浏览器能够帮我们完成 那你的手机APP它也是可以的 那手机APP当中怎么去完成呢 就相当于大家你用的安卓也好 你用的这样的iOS也好 它都是有别的语言去写的 你比如说安卓用Java去写的 你的iOS呢你用OC或者用Swift去写的 你写出来的那段程序的话 你的APP实际上也是一段程序 所以呢在那个程序当中也是可以有 专门的程序里面的工具包向后端去发起这样的请求的 所以呢它也是我们所说的对应的这样的前端 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那在我们的这次项目当中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突破你的这样的一个浏览器的这样的界限 让大家能够认识到你的前端跟后端之间的话 前端来说是可以多种对样的 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你在这个浏览器的这一端 除了浏览器能够发送之外 你说你在前端当中 这个用前端所学过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不是也能够发送请求啊 哪个东西啊 在GS当中有一个阿甲克斯吧 对吧 你的阿甲克斯实际上是不是也是扮演了 客户端的结束呀 你用阿甲克斯也能够向后端去发起这样的请求 这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我来说一下 我来说一下 这个浏览器能够发送到 这个浏览器的上下端 这边的浏览器能够发送到 这个浏览器能够发送到